AC-TV is proud to be associated with Go Global Realty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吃礼 有到了我们新一周的华雅电视台 亚洲新闻中文资讯报导 华雅电视频道是30.6 除了在家看我们的华雅电视台频道之外 您还可以在你的手机或是电脑搜索下载 AC-TV还有WCE-TV 您和您所有的朋友 无论在任何地方 只要是全球范围内 都可以随时随地分享 以及观看华雅电视台节目 您还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网站 多少留意此时此刻容易诱化了筋骨痛症 这种现象其实是由于人类的身体 还有其他动物一样 随着季节还有天气转变 而在自我的调节 好像动物在换季时脱毛一样 但人类这种自我调节功能 却会随时随着年龄渐长 而曾经受伤的渐渐减弱 有幸于人类会穿衣服来保暖 但同时我们的身体 亦会变得对外面的环境变化 失去了知觉 未必能随着气候转变 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各种筋骨痛症很浓郁就发生 尤其是在温差大的地方生活 人们的身体很浓郁 困难是因为出现在各种的痛症 这些极端温差 还未记录湿度啦气压啦 还有日照转变等等自然的因素 除非你于冬天根本不用外出 又或者是说你每逢寒冬外游的必寒 或者你必须面对极端天气 对于身体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旌旗会介绍在冬天 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当然是注意保暖 当室外的温度跌到冰点 设施零度以下时 你便不应该穿着单薄的衣服到室外去 哪怕你只是停车场短暂的停留数十秒 那要穿着充实的预还衣物 头顶应该带着帽子或者穿着脸帽的外衣 并同时围上围巾或者穿着有蹲领的衣物 要知道从头顶到颈椎是最容易失去温度的 还有引起颈椎还有肩膊痛症的 所以要注意多加保暖 除了头颈双手还有手指保暖也是非常的重要哦 医学上有一种为名为尼洛综合症的患者 便会因为双手预皮肤苍白还有发指 发还有感觉到那个发麻 刺痛还有僵硬 所以平时冬天外出应该要带手套保暖 双铁应该穿着双层裤保暖以防触发膝盖关节等痛症 至于双脚也要穿着防水防滑还有保暖的冬季 户外鞋以增强保护 因为逐步同样引起联络综合症 万一最好穿着具有防风保暖还有透气功能的中旅 或者是大旅衣内层穿着透气和保暖的 比如说龙毛龙 便可以跟外套一起营造很多层的那种保暖的效果 第二个注意保充身体的水分 成人的身体愿占六成半为水分 根据美国新布汉下大学研究所得 人体在严冬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脱水的状况 这是由于体内的水分易于干燥的空气中 随着呼吸还有排汗的流失 而让大家感到口渴的AVP荷尔蒙 却由于严寒的天气无法正常的运作 导致于身体减少吸收水分容易造成脱水 身体缺水的其中一个警号便是小变颜色变黄 长期缺缺水可导致于人体的关节肌肉 还有其他软组织收缩而引起痛症 因此在严寒的冬天气呢 要时常注意保充身体的水分 不要因为冬天你就不喝水哦 这是不对的 一杯温暖的热饮不但可以保充水分 还可以提高你的体温 所以有些售卖热饮的店铺在冬天呢 其实是非常生意非常好的 第三,多泡热水澡可有助于全身血液的一个循环 放松因为冷天气变得僵硬的周身肌肉还有关节 有些人硬喜欢在冬天晚上用热水浸泡双脚 此举亦有助于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 对抗冬天改到手脚冰冷的问题 第四,早晚定时全身各关节还有肌肉的柔软体操 可以直接预防寒冷天气所造成的肌肉 还有关节僵硬的容易受伤的痛症 如果有时间更应该加入锻炼心肺功能的带氧运动 从身体内部开始对抗寒冬 由于冬天温度低造成很大都不爱外出 大家都是窝在家里 对于爱玩手机的人必须向你提出一个警告 那就是半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诱花你颈椎还有腰椎的突出 腰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位之一 支撑身体的平衡 很多活动都需要靠腰部来支撑完成 如果我们的腰椎受到伤害 腰酸、腰痛等腰部问题 而随之而来生活中的腰椎伤害 往往来自于不良的知识 半躺如今年轻人工作繁忙 下班以后最惬意的莫过于半躺在床或沙发上玩手机看书 然而半躺的位置 腰椎会因为缺乏处境的支撑 导致于原有弧度然后改变掉 让椎间盘受重力不断的增压 诱花椎间盘突出 腰椎有正躺的生理曲度 正常情况之下腰椎的受力 一般是腰的四、五还有底的一个位置 半躺位置使得后腰是悬空 腰椎处于折角的状态 又没有支撑 所以上半身的重量全部压在腰椎的这一个受力点 所以在肌肉还有韧带方面 属于松弛的状态 所以很容易受伤 思绪拥有的固定作用 脊柱溢出变形 生理曲度变直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连接腰椎的椎间盘突出来 建议睡前半躺看书别超过15分钟 或者改成将一腿弯曲另外一腿伸直的姿势 4分钟后再交换 避免压力集中在一个定点上面 导致于肌肉疲乏 以上这些讯息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又是我们名人专访 他将为您代表什么样精彩的心理路程呢 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Buying, keeping or selling your home is one of the biggest decisions you and your family need to make in your lifetime specify a home inspector trusted by the Greater Las Vegas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F10 Inspection Services has been serving the Las Vegas real estate industry for many decades which secures all inspections with a $10,000 honor guarantee F10 Inspection Services proudly Asian American call 702-374-7377 now This segment was brought to you by Asian Cultural Alliance 今天我们邀请特别来宾是来自于中国广东中山的 联剑盈 Jessey Jessey你好 很高兴你来到我们华雅电视台 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你的心理历程 您是 您跟观众朋友问个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雷剑盈 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名字是剑盈 可能爸爸喜欢吧 我知道 因为Jesica认识你有一段时间 你是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一位成功的女士 女强人 那你本身 刚刚知道说你本身在中国也是一个媒体人员 那你从事哪一方面的媒体呢 那我是在那个 一个在我们那个城 一个城镇里的一个叫有线电视台里面做播音 哇 有线电视台的新闻播音 那所谓播音电讯 那是在荧光幕上面还是电台 荧光幕上面 荧光幕上面 哇 是名主持人呢 没有了 好厉害哦 你看我们拉斯维加斯 说实在的真的是一个卧虎长龙的地方 嗯 you never know 你走到 走到这个街上 你碰到的又是哪个名人 其实在本身 在他的国家里面 就是非常有名 就像你来讲 嗯 我之前也碰到几位明星 嗯 那 再来这边好像他好像表现的没什么 结果一打听起来说 哎 他又有的是将军 有的是那个非常有名的名人 尤其是在中国 嗯 博士啊什么 都是已经是满街都是了 嗯 所以华人在这里真的是不简单 嗯 那我知道 嗯 你在这里除了你 嗯 就是说 来这边从事你自己的实验 我知道你是开的餐馆 对 对 对 我记得我 我常常去你的餐馆 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餐馆是你的 嗯 那个餐馆是嗯 就是松祭 对不对 嗯 叫松祭 松祭烧烙车载面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餐馆 第一个餐馆 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 Jones 对对对 Jones的 靠近 靠近 那个 就是168对面 哦 168对面 对对对对 有点时间没得去 但是我以前常去 那每一次去的时候 让我很纳闷 而且很 就是很不甘愿 就是排队 排排排排排排 每一次 有一次哦 排到我了 他说对不起 我们的烧辣那个鸭 已经卖完了 哈哈 我就傻眼了 我说我排这么久卖完了 然后我说 你们老板在哪里 哈哈哈哈 差点就是 但是真的是 我们 华人嘛 以名语实为天 那么 你的餐馆这么 生意这么好 嗯 那你没想到说 再开一个分店啊 什么之类的吗 嗯 是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讲说 我们餐馆呢 就是 就是可以得到 大家的支持 我真的是感谢 那其实也不是说 生意很好 而是说 因为我们餐馆很小 对吗 那如果你说 当然是好吃啊 也不是光小 对 是小 所以呢 就是 就是别人喜欢去的话 感觉是很忙很忙 但是呢 也是说 就是因为 大家喜欢 那所以呢 我们就说 可以考虑 就是说 要开另外一种的 就是可以更加 服务更多的朋友 因为很多人说 因为我们餐馆是说 因为我们餐馆是说 松祭 那个烧鸭 对 还有粥粉面嘛 对吧 温顿这些 但是很多人说 哎 有没有炒菜啊 有没有海鲜啊 这样问我们 那后来我们就说 哎 就是有 这个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 在今年 我们就开了一个 叫 新松祭 那个 烧鸭海鸡馆 哦 那也是粤菜的一种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也是就是说 吃海鲜啊 海鲜 就是因为 我们是那个 港式的这种 粤菜的那个餐馆嘛 然后 一般讲到说港菜 一般讲到说粤菜 第一个想到的是 点心 哦 对对对 那种推车的 对啊 刚好我们今天也有 今天开 今天开 哦 还好你跟我说 快一点点过来 对啊 我就喜欢吃美食了 哈哈哈 对 行行行行 那就是说 你现在新开的这个餐馆里面 也有那个 推车的美 对 推车的 各式的点心啊 虾糕啊 虾买啊 这些啊 那晚上还是 一样吃烧辣 嗯 烧辣 对也有 对炒菜啊 还有海鲜 嗯 因为广东人特别喜欢 新鲜的鱼 螃蟹啊 龙虾啊 这些 嗯 那我要求 嗯 有没有特会 比如说我去那边不要排队 哈哈哈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我最喜欢吃啊 嗯 而且因为你知道吗 我很少 我不会吃 我不会煮 但是我喜欢吃 我喜欢美食 所以呢 我是哪边好吃 我是哪边去 但是有时候好吃的东西 你知道吗 人就多嘛 是 就像你那个东西烧辣 每次去 排一大堆 排了很远 然后是 我要等了多久时间啊 哦 对不起 很快 差不多25分钟就好 还很快25分钟 可见你们生意真的很好 那新的这个店的话 比较大嘛 是不是 是的 所以是和一些 就是家庭去亏了 嗯 然后 就是那个 很多人都说 就是 婚宴啊 生日的这些 派对 我们还有卡拉OK 在楼上有VIP房间 对 哇 那这样可以容纳大概 几桌 应该是差不多200人吧 那算是蛮大的 对对对 拉斯维加斯 像黄金地段 那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在那个 5150 Spin Mountain Road 就像那个 老顺发的对面 哦 OKOK 好像 嗯 好像旁边有个教会 对对对 是那个 领良堂 好像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 教会 就耶稣的那种 就是基督的 基督的 基督的教会嘛 对对对 那老天会保佑你 生日 谢谢 上帝会保佑你 你会选 一般选在教会 佛堂旁边 生日特别旺 因为 才有神嘛 神明会保佑 哈哈 我觉得其实做生意好 你说 我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要说的就是说 嗯 做人家喜欢的东西 就是说你 你要过着自己的关 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自己 觉得好吃 你才愿意给人家吃 第一要好吃 第二 就不怕人家吃 对 就是说 你不要 不要那个东西 一盘的东西 你把它做成半盘 那吃 不够吃 那就 用心 用心 就是一个歌唱家 好像承携到你的那种好的歌喉 您以前好像 以前你是在唱乐剧 戏曲 是这样子的 我从小到大很奇怪 因为我爸爸的影响 我妈妈影响 从小到大都是带我去看大戏 广东的大戏 好啊 有了LA Voice 真的 现在才刚出赛而已 好 那现在赶快报名 那么我们还有两次的出赛 嗯 那再来就是决赛 决赛是在欧林 欧林的那个饭店里面 太好了 给他机会学习 对对对对 哇那你本身 那你也是一个艺术家 尤其是 这个乐剧 是属于这种文化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遗产 因为这是要传承的嘛 嗯 那说实在 现在很多人已经 我们的艺术啊 我们的文化啊 已经很少有人这样传承下去了 对 那么你本身这方面非常喜欢 然后再加上 你有女儿啊有什么 那应该要更发扬 发扬光大 把这个文化的 这种遗传下来 传承下去 对 有没有想过说 要做这方面的 嗯 对我一直来 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曾经有想过 说要开个广播电台嘛 就是然后去发扬 就是专门去弄一些 就是说 这样的一些节目 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 是是是 这个夜剧 对 因为好多人都认为说 是老一辈的齁 是老一辈的人 想到那个就是说 老一辈这样 对对对 其实如果说 你教的好 传承好 其实就像跟歌唱节目一样嘛 对 是不是 而且这个还是 非常的一种 艺术那种 不是好的嗓音 还唱不出来 对对对 比较特殊的齁 所以现在我有在网上 射出这个叫微信嘛 我开了好多群 都是一些我们叫 知音 知音人啊 还有一些就是中港澳的一些群体 我们都在互相的交流 因为现在有一个叫全民K歌嘛 全民K歌 全民K歌 你愿意来传播 你愿意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的话 说实在 我们的平台 我们的平台就在那里 等等你来开创 等你来开发 哦好啊好啊 真的真的 是 而且你 我觉得 真的要来 不然会很可惜喔 真的很可惜 因为这种东西是跟教育 是息息相关嘛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华人在美国 宣华这种中华方面的文化的传承 所以呢 不管是下一代也好 都已经很多都变成成为 Banana 香蕉 对 也就是说外面是黄皮肤 但是呢 里面是白色的 已经忘了我们真正我们的 优良文化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对对 所以对于你下一代你的子女 你有几个子女 我有一个女儿 就一个女儿 那你对她的教育方法 是采用怎样的一个方式 嗯 我就采用就是说 那个 就是因为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说 我觉得 要教育小孩一个感恩 珍惜跟感恩很重要 是是是 真的很多时候 那个 在这里长大的小孩就是 我们讲就不好听就忘了日本 忘了日本 忘了日本 没有根的感觉 对吧 所以我在家都是用中国式的教育的 就是讲中文 嗯 然后对 我还讲国语 我这样希望她可以学更多 对 因为国语是叫国际语言 对 因为国语 嗯 普通话 我们讲普通话 但我们讲国语 对对对 其实变成现在是一种国际语言了 嗯 以前国际语言 英文 但是说实在 像中文 嗯 我的普通话 的普通话 国语 也就是现在的国际语言之一了 是的 是的 不可能这样很好 对 未来应该考虑 我想 每一个父母在这边 暑假要她回中国 学两个月 暑假要回中国 对对对 我们这里有中文班 你知道吗 哦对啊 我们这里也有中文课 所以我们这里 有蛮多的义务老师 嗯 那么这个义务老师 除了这个 我们有教 笑 aud 我们有教 嗯 我们有教 aud 擂 我们还有教 乐 我们还有 老师教 verbally 对方的 不同 合格 各式各样的 当然都是义工老师 所以我们这位老师真的很伟大 对对 此位当初 我们也希望你现在来加入 然后加入 因为说实在的 这种 这种公益的活动 不是靠一定的 是要靠大家 对 是的 那你有这个心 而且在本身 你自己本身事业就已经有成了 然后再加上 你对于子女方面的教育 非常非常的有成就 再加上有那种心得 就分享给大家 好啊 对不对 真的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你对这里的华人 你还有什么特别要跟他们建议的 或者是说要分享的 嗯 嗯 我觉得呢 多 就是说 大家多宣扬一下中国的文化 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 美食也是一种文化 哈哈哈哈 对对 是不是 所以我在 我觉得 就是民以思为天嘛 对不对 其实讲 讲什么 就讲吃的 就好像一群人就来了 哈哈哈哈 有个发觉哈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食也是一种文化 对 也是不简单 你看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五千年了 对 这个食代表着很大的意义 嗯 你自己本身在做餐馆 你应该也知道说 嗯 这种 这种食物 代表的是那种特色 对不对 是的 嗯 所以我们本 所以我们餐馆也有很多特色呀 嗯 哈哈哈哈 收收看 好啊行 感觉吸引太 再多一点观众朋友去 中期烤腰 烧腰里吃过了 对对对对 还有呢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新餐馆有一些就是啊那个啊就是那个北京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 对 我最喜欢的 是吧 对啊我脖子都滴出来了 哈哈哈哈 它有那个有一鸭两位啊三位 嗯 就是一个两三个人 哇一个 就是当一个鸭子就可以了 就很好了 对啊我就常讲说唐天北京烤鸭北京烤鸭 嗯 嗯 那么 其实北京烤鸭是 不是鸭是北京的 只是它把它做成北京的风味 对对对 它那个皮要求是脆的 嗯嗯 对 然后就是那用那个 就是一个好像 这个馒头一样夹着一直吃 嗯 这样的感觉吃起来呢 就是没有那什么呢 不油不腻 嗯 对很特别 对感觉 哇 一定要去查试 口子都在地上 我一定要去的 对还有一些就是 嗯 就是一些 就是别人没有的 我们就希望可以让大家尝到一些特别的菜 对 还有那个 一些叫 那个 鱼唇 鱼唇 这是鱼吗 鱼唇的意思是鱼做的吗 对 是鱼的唇 对 还有就是那个 哦鱼的唇 对 就是这样的一支 哦 嗯 还有叫 叫一个菜叫 马拉甲水鱼群 也不错 对对对 哦 这个是真的是太好了 还有一些中山 因为我们来自中山 嗯嗯 很多中山的特色 还有中山乳羹 还有中山扣肉 哦 对 这些都蛮特色 再讲了再讲了我都饿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一起来试吃 好高兴 真的好高兴好高兴 我好高兴JC今天到我们节目来 因为节目的关系呢 说实在我还想再跟你继续谈下去 你的美食 还有你的文化 你的乐剧方面 但是真的时间有限 嗯 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啊 那个JC到我们节目来 那么他新开的餐馆呢 这么多的特色 不要忘了去给他捧场一下 嗯 然后呢 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请JC到我们节目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您的收看 啊 我们马上回来哦 不要走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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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华雅电视台亚洲新闻 亚洲文化联盟已经正式全面展开第二届亚洲文化的筹备活动 每年的5月18号被内华达州指定为亚洲文化节 亚洲文化联盟一直是其主要的支持及执行者 要了解如何参与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 请到我们的网站 AsianCultureDay.org 查询 在这儿 我们也要邀请 还有征求美国的开路英雄 如果您或者是您认识的朋友 愿意分享您到美国披荆斩及闭路蓝铝的过程 为人生做下人生的助记 也提供给其他前来的新移民做参考 欢迎您跟我们华雅协会联络 在荧光幕前告诉我们您的故事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傅慈离 也期待您给我们继续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